猪虫怎么消灭 如果只看见细粉掉出来 那多半是粉猪虫 如果听到有咬石木头的声音 有时看到粗木屑 消极木头 有空洞的声音 那可能是白蚁或者是天牛的幼虫 在里面危害 如果是白蚁 事情就比较麻烦了 应该请专家来处理 以免发生较大的损失 如果是天牛 一般的情形 发生的数量不多 由它发出的声音 容易找到注石的通道 用钻子钻孔 有时还可以用铁丝 将天牛的幼虫勾出 如果找不到幼虫 可将压碎的章老 或章老油塞入洞中 外面用蜡封好即可